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在这个世界 好人很多 坏人同样也很多 人都会有一个贡献 贪婪和虚柔 贪婪是想得到更多 虚荣是怕别人知道得到的少 但从某个意义上讲 这种共性也成就了不少人的一生 当然也毁灭了不少人的一生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金庸最经典的八句话 说透了人性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曾经有人问金庸先生 人生应当如何度过 他回到 大闹一场 悄然离去 如今 私人已逝 但他留下的武侠经典 即便写取寥寥数语 却耐人寻味 动人心魄 读懂金庸先生 最经典的八句话 便能看透 世间百态 体会人生真谛 出自路顶记的一句话 做人要能瞎蒙 就瞎蒙 生活尽量放轻松 人这一生 难得糊涂 世人 世事 世情 何必太懂 何必太清 何必太真 对人对事 心态要宽松 大代理记有言 水至清则无余 人至茶则无图 过于精明 就不容易交到朋友 过于清醒 就难得享受快乐 何不如向微小宝 轻松游走在 各色人等之间 久武至尊 泛夫走足 插磕大魂 嘻嘻哈哈 大事讲原则 小事懂糊涂 面对大是大非 易子当头 冲锋陷阵 绝不含糊 面对鸡毛蒜皮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得过且过 即便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心胸开阔 难得糊涂 才能活得潇洒 和轻松 出自《书见恩仇录》的一句话 惠即必伤 情深不寿 强即则辱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常言道 物极必反 倘若一件事物 发展到了极点 就容易向相反方向转化 做人做事 何尝不是如此 过于聪慧 容易受到伤害 用情太深 容易影响寿命 过于要强 容易遭受屈辱 明朝万历时期 学识渊博的张居者 身为帝师 高居内阁首府职位 权力到达顶峰之际 其父不幸去世 按照组织 他理应立即辞退官职 回家未复受丧 但他却被权力 迷住了双眼 即便世人议论纷纷 依然贪恋官位 不愿抽身而退 等他死后 众因权力过大 遭人极恨 家被抄了 财产被没收 家人被流放 要知道 真正成熟的人 会用适度的心态 去面对一切 懂得适可而止 可惜的是 总有一些人 自以为是 自以为强 最终盛极必衰 过忧不及 月盈则亏 水满则易 与其等到大煞将清 何不适可而止 花看半开 酒饮微熏 才能得其争趣 出自天龙八部的一句话 男子和大丈夫 第一论人品心肠 第二论才干事业 第三论文学武功 人与人交往 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忠于人品 人品是一个人 一生的通行者 也是一个人 最硬的底牌 人品过硬 即便能力稍弱 才学稍浅 依然光芒闪耀 为人所尊重 相反 如果心术不正 人品欠佳 即便起点再高 大家仍会静而远之 避之唯恐不及 天龙八部里 慕容妇一出生 就躺在了很多人 一辈子难以企及的终点 不但家族声名远播 富有威望 而且身边家人相伴 只得意满 可惜的是 为了求娶西夏公主 她甘愿抛弃青梅竹马的表妹 王玉燕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又不惜 拜恶贯满盈的段延庆 为义父 百般算计 千般筹谋 最终 众叛亲离 得不偿失 人生到最后 拼的是人品 品行端正 厚得在物 才能花开富贵 幸福常在 出自 笑傲江湖的一句话 是非只因强出口 烦恼只为强出头 有句话说 不成利口 不论人短 出口伤人 一惹是非 勉强出头 自寻烦恼 认清自己的能力 管住自己的情绪 才能荣辱不惊 笑看亭前 花开花落 倘若盲目好斗 出言不逊 就容易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南北朝时期 北州将领贺若敦 多次带队出征 战功赫赫 让她郁闷的是 身边很多同僚 都被封了大将军 她却没有加官尽绝 于是心怀怨愿 在朝廷使者 前来慰问之际 赫若敦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使者 喋喋不休抱怨 闹得人尽皆知 进宫宇文护德之后 大怒 急召赫若敦回朝 最终逼得他自杀谢罪 说话当有分寸 御事当懂冷静 任何时候 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 绝不能争强好胜 乘意识之友 只有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 少计较是非 多干点时事 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提及不稳 出自路顶记的一句话 输到用时方恨少 肉到肥时方恨多 网上有人问 你见过最不求上进的人 是什么样子 高赞回答是 他们为现状焦虑 又没有毅力和决心 去改变自己 身边总有一些人 一边抱怨读书少 一边焦虑肥肉多 但从来不采取实际行动 少有人走的路告诉我们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 最主要的工具 也是消除人生痛苦 最重要的途径 自律的人 才能越活越出众 越活越潇洒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围棋大师 受了两个徒弟 其中徒弟假天子愚笨 徒弟乙却头脑灵光 但徒弟假自知自知欠佳 总是每天坚持钻研其谱 从不断绝 而徒弟乙却常常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天两天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 十年后 徒弟乙只是一个普通的棋手 徒弟假却成为一代棋盛 自律者出咒 不自律者出局 只有实时自律 持之以恒 才能活成骄傲的模样 出自侠客行的一句话 人家心中想给你 你不用求 人家自然会给你 人家不肯的 你便苦苦哀求 也是无用 反而惹得人家讨厌 强扭的瓜不甜 强求的关系不劳 无论亲情 友情还是爱情 你请我愿 彼此舒服 才能久处不厌 倘若需要费力维系 可以讨好 终究难以持续 金庸先生笔下 令狐冲在别人面前 始终潇洒 幽默 自信 可是一见了小师妹 她却仿佛换了个人 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松山上 一群江湖英雄 在认真商讨 五月剑派合并之事 令狐冲却只顾盯着 早已嫁为人妇的小师妹 甚至还看得吃了 为了讨好小师妹 令狐冲还故意败在她手下 爱了重重一件 卑微若此 在小师妹心里 最爱的却始终是 灵平之 相处的时候 如果只有单向付出 时刻都要小心翼翼 终究只会花开两朵 天各一方 正如作家苏存所言 如果一段感情 一个人 得让你耗费巨大精力来取悦 这已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缘分了 何则来 不何则去 与其委屈自己 费力讨好别人 不如好聚好散 用心活好自己 出自天龙八部的一句话 佛有心生 佛即是绝 旁人只能指点 却不能代劳 路自己走 才能越走越开阔 事自己干 才能越干越熟练 俗话说得好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自身 遇到事情 别人固然可以帮你一时 但终究不能帮你一事 在这世上 没有谁是谁永远的避风港 与其等待别人 给你撑伞 不如学会自己打伞 三国时期 刘备的儿子刘缠 被立为太子 父母疼爱 属下能干 他就以为 哪怕天塌下来 也会有人顶着 刘备托孤诸葛亮后 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这让刘缠更加有恃无口 直到诸葛亮逝世 失去依靠的流禅 最终投降 被世人讥笑为 扶不起的恶斗 靠山山会道 靠人人会跑 倘若一味将希望 寄托在他人身上 只会沦为巨婴 最终自偿苦果 遇到事情 靠自己解决 方得成长 面对苦难 靠自己应付 方得甘甜 自己强大 才能一往无前 所向披靡 出自笑江湖的一句话 一个人千辛万苦地 去寻求一件物事 等得到了手 也不过如此 而本来拿在手里的物事 却反而抛掉了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行走时间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见到很多事 倘若 总是对已经拥有的东西 视而不见 对得不到的东西 迟迟追寻 就难以感知身边的幸福 放下欲望 珍惜当下 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 笑江湖里 岳不群身为华山掌门 无柳须灌玉灭 在别人眼里 是个神仙般的人物 更幸运的是 他还拥有 贤淑的妻子 可爱的女儿 孝顺的徒弟 一家子其乐融融 但辟邪剑谱的出现 却勾起了 他内心无穷的欲望 为了得到这本武林秘籍 他不惜让女儿和徒弟们冒险 去福威镖局窥探 后来 他有千方百计设法 从女婿林平之手里 夺取剑谱 好不容易得到以后 他甚至不惜挥刀子宫 最终 他如愿以偿 成为了物理盟主 可代价是 家庭破碎 内心扭曲 健康受损 往昔幸福的生活 再也回不去了 正如《长诗神曲》中所言 盲目的贪婪 煽动着人们 到后来 却永远是人们 受着酷刑 欲念越多 快乐越少 珍惜拥有 方得始终 山凡旧解 知足常乐 才能在 无常的世界 收获内心的安宁和风盈 八句经典 字字珠基 说尽人心 道尽人性 如果说 人生上半场 拼的是出身 学历 那么 人生下半场 拼的就是 格局 事业 有道是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